Hallelujah,感謝神 今天要講一個接待的見證 今天要講一個接待的見證 有些緊張 因為今天早上 我們去到牧師師母的辦公室裡面 其實牧師師母教我怎麼接待 其實牧師師母教我們怎麼接待 怎麼關心別人 所以我早上去到 昨天晚上聽了訊息 因為我昨天晚上聽了信息 很有感動 很有感動 有沒有再多一點 有沒有更多的 有沒有一些可以再精彩 還有沒有更多精彩的 就是要什麼的圖片 要哪些圖片 我就去問牧師師母 於是我就去問牧師師母 他說這些不用加了 他說這些都不用加了 正想問你有沒有見證 他們就問有沒有見證 牧師幾天有見證 牧師當然有見證 他說你就是我的見證 他說你就是我的見證 於是我現在就在這裡 感謝神 剛才我說過牧師師母教我怎麼接待 剛剛我提到過牧師師母教我怎麼接待 他也是我回來香港第一個接待我的 他們也是我們回來香港 第一個接待我們的人 我記得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記得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想我要住在哪裡呢 我在想我要住哪裡呢 我回來很多東西都沒有 我回來很多東西我都沒有 但是當我一來到香港的時候 當我一來香港的時候 牧師已經幫我租了房子 所有的家具都在裡面 連我兒女要學的鋼琴都在那裡 連我兒女他們要學的鋼琴也在 都很快能夠投入 所以我很快能夠投入 我感覺很溫暖 我感覺很溫暖 這是第一次經歷接待的威力 這個是我第一次經歷接待的威力 然後沒多久呢 牧師師母就在那時候的大廈裡面 租了一個房間 之後沒過多久 牧師師母就在一個大廈裡面租了房間 特別是接待港員 特別接待獎員 外賓 我那時候想 酒店就行了 我當時在想 酒店不就好了嗎 但是當牧師師母裝飾完整個單位之後 但是當牧師師母他們裝飾完整個單位之後 我感覺有一個家在那裡 我感覺到有家的感覺 後來很多的來賓 港員就住進去裡面 後來很多的外賓 講員他們就住在裡面 我得著很多 我得著很多 因為我們會下去跟他們聊天 因為我們會過去跟他們聊天 因為他住得很舒服 他就說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住得很舒服 所以他們就願意分享很多 我記得徐媽媽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跟徐媽媽聊天的時候 她講她的故事 她講她的故事 她聽得我很火熱 讓我越聊越火熱 我更加看到這個老人家的生命 我更加看到這位老人家的生命 如果他住在酒店 沒有可能可以聽到 如果他住在酒店 就沒有可能我們聽到 他也沒有辦法跟我們建立更多的關係 他也沒有辦法與我們建立更多的關係 所以我也很渴慕接待 所以我也很渴慕接待 後來來到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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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沒有多久我們就來到很大的地方 那是一間村屋 在一個魚座村屋 有三層樓 有三層樓 那中間一層呢 中間的一層 師母說拿來做接待 師母說就把它拿來做接待 所以我們就拿來做接待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做接待 但是我的接待的水準 但是我的接待水準 跟師母的水準真的相差很遠 跟師母的水準 就是相差甚遠 當我進去的時候我覺得 這個房子已經很好了 但每次師母進來就開始改 開始改 但每次師母進來 她就說開始改 我現在才發現我的房子 真的像一間屋 然後我現在才覺得 我的房間現在像房間一樣 這個沙發 大家可以看一下沙發 那些布和座村全部師母幫我去想 還有布和座村全部都是師母幫我想的 所有這些的畫 所有東西都是師母幫我想的 所有的畫設計都是師母幫我想的 不是說我沒有taste 不是說我沒有品味 她taste比我高 是她的品味比我高 其實真的感覺到 進來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真的感覺進來就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她提升我不單止是這些裝飾 她提升我不單止是在這些裝飾上 食物的標準 食物的標準 我以前的口頭是用的就不要浪費 我以前我就是覺得 要用的就不要浪費 吃的就不要丟掉 如果可以吃的就不要把它丟掉 但是師母改變了我的意念 但是師母改變了我的想法 甚至乎最近的工人跟我說 甚至最近我的工人姐姐跟我說 我家裡很多東西吃 我們家裡很多東西可以吃 她覺得很飽足在我家裡 她覺得在我們家很飽足 我們就用這個家去接代 我是很多的來賓港員 我們就用我們的家去接代很多的外賓和講員 他們跟我們真的有深入的相交 他們跟我們真的有深入的相交 特別領受很多的恩高 特別領受了很多恩高 每個港員差不多來都為我們祈禱 每一個講員他們差不多每一次都為我們祷告 而我的子女在那裡就發揮了她那個接代恩高 而我的兒女他們也發揮了她們接代的恩高 因為她每次講完來 我的兒女就會聊天 因為每次講員來 我的兒女們就會跟他們聊天 有一次我看到壽晶老師 有一次我看到壽晶老師 跟我們聊到十一點鐘 跟我們談到十二點多 跟著我聊到十二點多 都晚了我 後來發現已經夜深了 原來她主動到一個地步 可以又吃完飯 聊到十一點鐘 因為她很主動從吃完飯 我們一直聊聊到晚上 但是呢 對我兒女的生命很大的影響 但是對我的兒女的生命卻有很大的感動 但是在港員裡面 我看到她們的生命 接代講員裡面看到她們的生命 其實她每一個都是我的天使 其實她們每一位都是我的天使 甚至每一港員煮東西給她吃 甚至有的講員他們會煮飯給我們吃 這位是我們的蘇勒爺爺 這位是我們的蘇勒爺爺 他專門去楊屋道街市 跟我買牛肉 他專門去楊屋道街市 跟我一起買牛肉 做了一個牛肉 牛排餐給我們 他煮了牛排餐的給我們 哇 我發覺那個感覺 真是一種 跟他有一個很深厚的關係 我發現跟他有一種很深厚的關係 每一港員我們有機會去探他的時候 每一位講員 當我們有機會派訪他們的時候 他們接待我們都是這麼好的 他們接待我們都是非常好 有沒有人聽過美國人不太懂得接待的 有沒有人聽過 美國人其實他們不太懂得 對呀 美國人真的不太懂得接待 其實美國人確實不太懂 但我們去探訪馬克牧師的時候 但是我們去探望馬克牧師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中國人 但是我感覺他好像中國人一樣 不要給錢 我給呀 他說不用付錢了 我來付 你知道在餐廳 搶給錢那種的動作 你知道在餐廳搶著買單的那種動作 有些人在隔壁說不如我給吧 有些人就在旁邊說 不要賺了 最大的得意者是我 改變了很多的觀念 改變了很多的觀念 其中一個觀念 其中一個觀念 就是飯廳不可以有電視機 就是在客廳吃飯不可以有電視 我從小到大電視機都在飯桌旁邊 我從小到大電視就在我們的飯桌旁邊 師母 這裡不要要電視 師母說以後不要用電視 擺上二樓 擺上二樓 怎麼可以沒有電視啊 怎麼可以沒有電視呢 怎麼送飯啊 那我怎麼吃飯呢 那拿走了啊 拿走了真的 拿走了之後 我覺得這個決定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這個決定真的不是那麼好 拿走了之後 發覺我們聊天多了 但是拿走之後 發現我們的聊天更多了 吃飯的時候 原來可以用我們的關係來送飯 吃飯的時候 原來可以我們的關係 我們彼此來進食 尤其是一件事 我很感謝神 也感謝牧師師母 特別一件事 我特別想感謝神 感謝牧師師母 我原生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原生家庭 以往我們在 我爸爸媽媽媽那裡吃飯 以往我在爸爸媽媽家吃飯 電視機永遠不會關 電視機永遠不會關 電視機永遠都不會關 一邊吃一邊看 我們都是一邊吃一邊看 吃完之後就走了 吃完之後就爸爸走了 接著我就想 今晚說了什麼 然後我就在想 今天講了什麼呢 好像沒有怎麼聊天 我們好像都沒有怎麼聊天 但是自從我有這個地方之後 邀請他們來我家吃飯 自從我有了這個地方 我邀請他們來吃飯 這個是我爸爸 專門放壽宴在家 這位是我的爸爸 專門我們擺了壽宴在家裡 蛤 那時候還沒有改變 那個時候還沒有改變 這個電視機你認得 是富麗下面的電視機 是富麗下面的電視機 因為那個電視機 剛安了下去 那時候便宜嘛 因為今天教會買 你當時很便宜 但是這個電視機 不如被牧師師母說 Wubi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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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牧師師母就後來說 不要這個電視 後來拿走了 然後就把它拿走了 在那裡的飯 我爸媽就很多話說 在那裡吃飯 我爸爸媽媽他們就很願意聊天 說回她怎麼出生 在大陸怎麼辛苦 回來了每個故事都很感動我 他們就講我怎麼出事啊 我們在出生啊 在大陸怎麼辛苦啊 很多的故事 我可以跟我爸爸下棋 我可以跟我爸爸下棋 和兄弟姐妹 再一次聊一下 我們內心的說話 跟弟兄姊妹來談我們內心的話 所以現在發覺 什麼事都說我們來家吃飯 所以現在發現 什麼事我們都可以吃飯的來談 甚至乎有些重要的會議 又在我家裡開 所以很多甚至一些重要的會議 我們也在家裡開 發現現在我家 變成家族的中心點 發現家變成一個 我變成家裡的中心點 但每一個人都這麼開心 但是每一個人都那麼開心 我覺得感謝神 我更加的感謝神 接待令我心靈去改變 接待令我的生命改變 也都令我的家族改變 也讓我令我的家族改變 還有我講的話都很有分量 而且我講的話也很有分量 因為我排第六 我排第六 本來家裡排第六 我本來在家裡排行老 但好像現在做老大 但是我現在感覺好像老大 我感謝神 很感謝神 所以我覺得接待是一個 不僅僅是一個恩賜 我覺得接待不只是一種恩賜 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我願一切永遠歸給神 謝謝大家